五役女被踢爆帶男友回家 狂插舞七十八刀 想不到在這個笑容上的 是這麼冷血的 和47歲的媽媽繼父 住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她 被鄰居發現有幾個陌生男生 挑過維蘭入後院 發現原來是她男友 媽媽知道了母母女大炒一鍋 古斯曼還向媽媽吐口水 又聲音咩恐嚇她 你會付出代價的 媽媽找前夫古斯曼親生爸爸幫忙 爸爸星期三來 和古斯曼談了一輪就走 三個小時後 古斯曼竟然趁媽媽下班回來 抗插圈面和頸七十八刀 將她殺死後逃走 逆乎發現報警 古斯曼之後 在家附近的停車場被報 不准保釋啊